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下午好 来赶紧把我们把我们的视频给切出去啊 所以我们今天会做Fish and Cheese 炸鱼柳和薯条 你自愿这样翻译啊 薯条要没有那个 嗨 下午好帮我们分享Fish and Cheese 所以今天会做 用墨鱼啊 多利鱼啊 这叫多利鱼是吗 多利鱼是很便宜的是吗 好 没有味道啊 嗨 你好 你好 来 帮我们分享一下 你会挑那个酱吗 蛤 辣椒酱啊 我们 马来西亚 style 马来西亚 style 刚刚辣椒酱更好吃哦 就是最本质 比较简单的 嗨 帮我们分享我们的视频啊 我们做Fish and Chips 所以我们的收音先要做了 我们先拿一下 走上 走下 你看 还不容易要做墨的 老袋是小墨 还不习惯哦 不习惯这里的 节奏抓不到 来烤薯条啊 你的薯条啊 薯条 薯条是要用这里烤的 还是要那里烤比较好 我来知道哦 我是薯条 这个烤一下 这个可以烤的 可以 控火轮啊 所以我们用这个来烤薯条 旋转模式 来烤薯条啊 我要先转井啊 这里也先转井啊 这不是很容易做的 这道菜 不容易啦 每个人都会吗 就现在我要做简化的东西 让每个人做简单啊 我们做简化的东西 我们是Fish and Chips 然后我们这个会用 Tori Fish啊 可以 随便先买一包 薯条来就可以了 你现场做薯条 用那种马铃薯来做 没有啦 那个是 那种好吃 蛤 我跟你讲啊 这种东西都是要买面的 我们传统来就没有本身 OK我们 够啊 你够几个人 对啊 真的太够了 太转了我们等不到 来下午好 我们炸薯条 这样啦 多多 给啦 那可以转 我会拿新鲜的马铃薯来烤 烤给大家看 最重要的它可能转 不要这么多啦 薯条吃多不好 不应该吃薯条 我就 买一个 好玩好玩来 帮我们分享啊 我们 我们炸鱼啊 炸鱼柳 然后再炸薯条 好啊 可以 我们炸鱼在这里 我们先炸薯条啊 炸鱼 多么简单的东西 就是这样啦 有用了 这里 这里还有烤料哦 还有一个薯条模式 冷冻的,一般的薯条在这里吗? 冷冻的就不用挑模式 一般是在这里,我们看在这里 有灯吗? 有灯吗? 这里有灯吗? 这样你转? OK,你按薯条模式就变了薯条模式 220度个10分钟 第二个,我们要油要加多一点油 加多一点油 我看到这样子,好恐怖喔 现在你会长恐怖 有啊,我以为来都很恐怖 就算我吃,我都觉得很恐怖 你还用到那么多油啊 真的吗?你是认真的吗? 认真的啦 炸鱼油啊,要用那么多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 这是我们拿阿萨蜜的粉 所以我们用阿萨蜜的 一样啊,用阿萨蜜的瓦灯 今天炸鱼爆锅好吃 鲍鱼骨 OK,你没有这个炸粉 你就是上马铃薯粉 马铃薯粉,OK 调不到这个味道 调不到这个味道啊 马铃薯粉加点盐喔 我们这个是Tori fish啊 Tori fish啊 Tori fish啊 欢迎叫什么 Tori fish 我两个颜色不一样喔 一带白一个带风 咦,你没有开火尾的油 还没有,我们先弄好了 现在 晚上好 今天很快啦 A5A可以炸吗 A5A炸鱼不适合啊 鱼不适合 但是可以炸鱼 煎鱼都很好 A5A建议的很美 炸鱼还是煎啊 煎鱼是煎啊 煎鱼是煎啊 OK,我们先拿 我们的 秤来秤 小弟的秤买了没有 哇,这个秤这么美 龟龄啊 龟龄歇息 这个跟我讲多 多少量吗 没有多 多少量 四十 六十 六十 六十一 八十 七十九 八十 八十 水八十 八十 OK,我们的粉哦 一比二 八十克的粉哦 就一百六十克的水啊 好,七十一 你不是有那个 你不是有克兰吗 你那个杯 八十,八百六哦 有,有克兰 我没有看没有去量哦 OK,水水 一百六十了 一比二 我们就把它搅 就搅 那我一定要用这个 帅阿萨基的炸粉来换了炸粉 没有的话你就把铃薯粉再加一点调味 哇,那个铃薯粉 你要调到它脆的就是一个铃薯粉 你要会调 就是整个粉啊 啊 给它 晶莹 粉的水啊 是 来水多少 一比二啊 我讲的我刚才是一比二啊 刚才我们是八十克的粉 就一百六十克的水啊 OK 今天了哦 那么我们也拿一点粉来 换一些 干的粉 如果没有用到我们收上来 嗨,下午好 OK,我要放锅了 还有十分钟我就放锅了 分享了,谢谢 准备柠檬啊 一个不柠檬啊 淋浸泡一下 对啦 西郎啊 西郎啊 西郎浸泡一下 给我们火 放在这儿去 我们现在看鱼 我们现在已经浮了这么大片的话 鱼就能炸了哦 那么我们就是切小片 就是说要分小个一点啊 如果你有锅的话 哦,这样子是 我们就要找那个大锅来煮 就是可以整条啦 诶,整条不要好看呢 整条你要整个大锅煮熟 要不要好看 你们这个撬上来OK吗 这个也是可以小片的嘛 也可以切小片的嘛 这样,这个是 这样,够吗 这样OK啦哦 不然你要拿大锅煮熟 哦,没有办法哦 要不要我叫我拿大锅上来 有啊,你没有锅哦 有啊 你没有锅,你又想做 什么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有锅最多 来,搅拥它哦 什么好呢 我们做那个piece and chip 所以,首先你要看看你的 那个,我现在开大火点 你如果有大锅的话 你的鱼就不用切了 真小啊,对 但我们是小了 我们就这样做 直接放点水 啊,马上泼上来没有 啊,没有啊 对 要马上 很快就泼上来 啊,这样就可以了 诶,差不多OK了咯 对 OK,我们现在是站啊 你这个是一个窍门啊 点 点哈 不是 所以我们说这个鱼啊 它本身有 有味道了的 所以因为粉有味道了 因为它这个鱼的味道啊 是没有味道啊 啊,鱼是没有味道 粉有味道 你就是跟它,跟它沾沙 很便宜啊 这一包才收五块钱 这三条鱼 哦,这三条鱼 这三条鱼啊 在外面卖到多少钱 三十多块 一条鱼 师妹,有这样贵啊 诶,你去西餐吃 三十多块 那外放几条鱼 一片下去 但是在整个market里面 你要吃到 表地税不好啊 它天天紧痛啊 我们知道在market里面啊 你要知道好吃的 鱼很少 我们就在镇压镇压 拿上来 对 然后拿上来 诶,你们有买这个粉啊 跟着做啊 今天就回去做 你看啊 我们重新再沾过 两次啊 两次啊 对 它就不是很厚 对,就是厚了 用鱼就不是很厚的 一层不够啊 一层不够啊 好像昨天的炸鸡 昨天的炸鸡也是可以做 一层 就剩两层 啊 这样就我们拿上来 OK 可以双车吗 不能啊 不要,双车就很厚了 可以看一下什么粉吗 我们这个 如果你在新加坡 你在新加坡Shopee买啊 我们是用这个帅Azaki的粉 没有话你就是看表地前面的视频 教你靠那个万能炸鸡啊 我们店有卖啊 可以过来店啊 不够热是吗 不够热是吗 它锅不够热啊 你的电子炉不够有力是吗 炸鱼不简单啊 好 来 上来了 OK 所以一盆 炸了钢粉 OK 炸四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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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上来 再炸钢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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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了钢粉 再炸四盆 炸四盆 炸钢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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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50克 就100克的水 很多人都有买回去啊 所以你们跟着做就适合了 你们买了我们的酱料 买我们的 我尽量去做一些料理 给他们用简单的做法 给他们餐厚 你看 炸出来 谢谢 这粉买的可以炸鸡吗 有啊 我们做的炸鸡 我们做的有炸鸡吧 炸鸡鸡 炸什么都给 炸蝦 炸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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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来 我们试用的是 帅 Asahi 的小乔羊的万能炸粉 你们可以下单啊 我们线上可以下单 我们线上的话 我们一包500克 我们一包卖10块钱 B1加1 这个粉可以买不错啊 B1加1啊 西马运费8块钱东 20块新加坡30块 我们买5包 多以上啊 免油给你5包 你就B1加1加5啊 那边的粉后尾啊 就会有解释 如何去穿这个粉的 啊 穿这个粉的 好 你可以来店啊 我们店可以买 来可以买 如果你要省留费的话 可以过来店啊 哦 太好了 三个鱼 方便就好吃了 对啊 超方便的 对啊 超方便的 嗯 超方便的啊 等下我们看 不要吃啊 等下我们看它脆不脆啊 不要脱热 现在塞 塞ok了啦 刚才前面有这样子 现在ok 诶 这样这边不用了啦 可以 这边也有点肉 我来看你放一边 这个粉可以做虾饼吗 炸虾饼可以啊 你要会调啊 你看 炸肉盐可以吗 肉食盐 肉食盐 肉食一碗 你要餐咯 我还跟你讲 因为我没有做过 还没有做过 但是它是几乎什么都可以炸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拿来 我们是买了这个粉 炸了烂乳炸鸡 很香老师 quantified tofu quantified everything quantified everything 哈哈哈哈 这个就是我们说 templa的粉来的吗 是日本的粉 日本的粉 就很特别啊 什么粉都可以炸啊 就是两层啊 你看我们 我们是先上干粉 再上四粉啊 两次 上了四粉 再上干粉 上了干粉 再上四粉 ok 所以我们的 小桥羊的万能炸粉啊 你们可以下单单B1加1 怎样可以炸到好吃的薯条 薯条我们用FIA来烤就可以了 quantified tofu ok ok 那么我们这里啊 还有其他的产品啊 如果你要拼当的话 你可以拼当 我们有 铁板烧酱 还有日式糙烧酱 这两个有不分别 铁板烧它主要是煮菜和调味啊 啊 烹饪和腌料啊 这个不会 盖过你的食物的味道啊 这个可以来点酱哦 啊 或者是你煮那个鱼啊 你可以来点那个 糙烧酱 我们叫Durdy Yucky sauce 然后我们有一个Pancake粉啊 还有一个咖喱粉啊 可以炸香蕉翻熟吗 可以当然可以 好,many plus and quarter ok我们的粉呢 如果是 比例是1的话 水就2啊 炸香蕉我们有炸过啊 表皮之前有炸过香蕉啊 ok来 万能炸粉啊 它的铁板是 B1加1 一包500克 10块钱 五包啊 米油 五包米油啊 那么如果你可以拼当的话 我的Pancake粉 一包是8块8 8块8 M1加1啊 还有我们的Durdy Yucky sauce T1加1啊 18块9 ok 然后还有一个是 铁板烧酱啊 Japan Yucky 18块9 P1加1 最后一样就是咖喱粉啊 K1加1啊 10块钱 ok 那么我们的粉是怎样的 来,你们可以看啊 有人问啊 那个包装是怎样的 是长这个样子 你可以去Shopee买啊 新加坡的可以去Shopee买啊 因为我们运备 所以我机器那边会贵啊 粉里面有咸的吗 要自己放盐吗 不用 不用 已经有味道了 有味道了 ok来,所以可以看我们炸的 鱼肉啊 ok吗,可以接受吗 脆啊 这个是尾部尾炉的 看到吗 蘸了干粉 先 那么蘸4粉 蘸干粉 蘸4粉啊 蘸了4粉 拿上来 再蘸干粉 蘸2层 一般上的粉是做不到这样子的咩 蛤? 一般上的粉是炸不到这样子的 很难炸到好吃啊 很难炸到这个 脆啊 现在我们这已经有 这个已经他们已经有 有这样的 我们这些就这样来炸 可以炸香吗 可以啊 我们前面都有做过炸香 天不辣虾啊 啊,不鲜 你炸蔬菜都可以 炸蔬菜很脆咯 炸那个 那个菇啊 嗯,薰包菇 嗯 炸莲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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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蔬菜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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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来炸蔬菜 我们薯料没有炸 我们薯料是直接用F1来烤 还有5分钟就完成了 我们用这个来烤 等一下我们这个鱼炸好了 就是刚刚好 你不会薯料再炸薯料 很好 比如说,你做一份的份量哦 然后你自己就把它摆盘一下 然后调那个Sauce 我们可调那个 美乃滋 Mayonis sauce 美乃滋不用调,直接放下去就可以了 你看了 这里有挑它 那有脆哦 我再摸 你摸啊 我才不要摸到油油的东西 所以你油要热 油热的时候 它就 外面就很脆 问题是什么 你的油不会黑 哦 对 油不会黑 油不会黑啊 它这里会 这里会有一个说明啊 教你这样做啊 OK 如何准备 所以你的粉啊 200克的粉 哦 你就汹坡 400ml的水就是了啦 OK 你的泡汁就做到了 你就可以拿来炸了 炸了就好了 看到你的土豆又好了 油热热了 它炸的就越美 等一下 我们看到它吹不吹啊 这些红点红点啊 是它的 你看 你又淋那个油下去了 你又淋那个味道来的 没有 你的油又淋上去 我淋上去 你需要淋上去 蛋要放啊 不用放 那里面已经有蛋粉了咯 调完了咯 很方便 全部调到完了 啊 你们要放盐也不需要放 what type of powder this time japanish powder 它的名字叫 fried seafood powder 啊 啊 可以沖咖喱粉下去吗 可以沖咖喱粉下去吗 不用沖的 不要沖 已经有了 然后味道已经有了了 你美了的味道了 你不用去沖 可以看一下炸粉的成分了 我看一下有些吗 这个粉卖去日本的啊 这个粉 这个粉 它的粉没有英文咯 它有 这个是越南文是吧 日本 有中文 有泰文 有马来文 英文是在这里是吧 英文 它只是叫你不周报 没有讲incredient啊 我没有看到有些incredient在你 等我再找一下 你看看 哇 它应该是很多 很多国家都有皮包的 对 有很多国家的皮包的 越南啊 泰国啦 哇 它的incredient在这里啦 看到吗 在slide 哇 很难拿给你看 what fish is that tolly fish啊 你可以用其他的鱼啦 什么鱼都可以啊 我来拍给你看 可以沙巴鱼 不是沙巴 好 那个credient ok i try my best啊 你自己看一下有 有什么啊 ok来 这样子啊 ok screenshot like three to one 好 粉不要加水可以沾下去炸吗 可以了 可以了 但是你那个那个脆都没有这样 不用加鸡蛋啊 只需要加蛋 那个粉 咱家已经是研究出来 干粉是很像 已经研究了 我们就follow follow follow 湯琴 dang jeng 可以 可以炸在这一堆哦 还可以继续炸 嗯 很快啊 就炸完了咯 20分钟 你看 你的一个做西餐咯 他家你的做西餐咯 不用出去外面买咯 ok你们可以上网下单啊 上网下单 我们的一包粉500克啊 啊 10块钱 B1加1 B1加1 西马运费8块钱 东马20块 运费新加坡30块 一包粉呢 我们是500克了 啊 那么西马只是一个价钱啊 你买10包20包也是一样价钱啊 买5包或以上免油啊 5包 5包以上啊 他们的产品不止这几样啊 蛮多一下啊 很多很多样产品啊 他只是拿几样东西 ok 表弟要炸碗汤啦 对 炸碗汤啦 我是叫你自己摆盘盘 还是你碗碟自己炸啊 对对 我现在炸碗汤先啦 反正手都脏了 不是脏了 是啊 你哪里脏 你多么清洁 再粘干了 2 3 20分 然后再粘干粉啊 对 再粘干粉 真的超容易做啊 不要不超容易 然后就卖一件的30块钱啊 哈哈 今天 今天我在想着我要煮什么 刚才阿萨西老板来这里喝茶 跟我讲 哎呀做office engine 这么容易的东西 哎 是咯 就是我以前过去 我们要serve 还要去调粉 那你是要调粉 调底边有粉 蛤 有面 那你要调粉 他脸很痒啊 痒 皮痒 去围它 所以我们已经炸了啦 魚肉 鱼肉 鱼肉 还有一片 你要做生鱼片是不是 哈哈哈哈 啊 我们是多利鱼啊 这便宜的鱼啦 多利鱼是便宜的 你店有卖是吗 没有啦 你是国生鱼买了 国生鱼有卖多利鱼啊 你买多利鱼 然后 配上我们的粉啊 还有你去到Vitoria Station 你叫到Vitoria Station 它也是用Vitoria Free Skin 那个西餐厅它们都是用 去容易找啊他们容易找 第二它价钱很便宜啊 炸了放着脆度给你耐机有4个小时 4个小时 不你要看你的炸你的技巧啊 炸了技巧啊 你如果大大火要大火拿出来 炸了过后冷却了就去吃咯 放着了食物也不怎么新鲜啊 ok 这个是够一身一天 这个比较够一身 ok 搞点 改盘 炸完了咯 总共4片啥你 3片还是4片 里面是3片 一包是3片 可以收掉吗 可以收掉吗 旁边你不是可以买百多块咯 可以 他们如果是你去Payfair吃啊 你要百多块啊 也就是他们一般上是30到31块啊 那么如果是那个比较有名的那些 你都让你爱摆了咯 你也帮他过来一下 什么是多利鱼啊 什么是一种鱼的名字咯 它叫多利 它是 雪藏鱼来的啦 雪藏鱼啊 我们现在过来一下 没有什么味道的 那种鱼没有味道 一般上我们 嗯 所以你拿来炸炸就好啊 没有味道鱼你就拿来炸 所以如果你这个 你鱼都还有啊 我要再炸多一分次 可以怎么样 我们再炸多一分一下啊 喂 为什么要这样子多啊 因为我跟你讲说 以前我们炸多一分一样 它本来热量没有这样高 可以弄到那么高 热量没有这样高 还可以 对啊 就是炸的东西都是这样的嘛 然后我们在这里炸 表弟人现在炸两次了 哈哈 好危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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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用那些码 没有用的码 你可以用这个码 你看我 好来那个 我们的薯条已经好了啊 我们的薯条烤到几米 有一点 看一下 你可以用这个打架 我们的薯条也要做好 给你来 大家要把薯条也要做好 我们的薯条也要做好 我们的薯条也要做好 他就能做好 有大脆一点 你看啊 我是很脆的 Limo的好朋友叫Dolly fish 应该不是那只Dolly fish It's not healthy to eat Dolly fish With article before It's ok 因为它便宜 其实东西不是便宜 健康的东西 伤害皮包 皮包不健康 东西很奇怪 你东西健康哦 食物健康就越贵 我们在带大火的时候 我们在炸第二轮 你可以选择防炸 我们拿两个来试一下 火的货带 炸两次了 炸两次来就会更脆 一个防炸一个是炸一次 我们看一下结果有没有分别 我们这里烧了 烧了 烧了 调亮吗 我们的薯条 用来烤的 不是用炸 可以烤薯条容易吗 有我们的A5 用一下一种烤就可以了 咦 干干哦 没有油哦 可以啊 它没有油 不是油炸吗 可以啊 没有鲜鱼 可以啊 没有鲜鱼 你可以用鲜鱼 鲜鱼 麻油 鲜鱼 当然 如果你越好了 鱼炸出来就越漂亮 就越好吃咯 那么贵的鱼来炸会不会浪费的 没有啊 不是 你的口感不同吗 我们现在 现在如果是说 一般上如果 那一个餐厅 如果是用那一个 鱼鱼炸给你呢 炸钱就不同了 Rece shall serve 吗 这把鱼鱼去弄烧 我们做鱼爬哦 你这样炸了的时候 你这样的鱼 你炸了的时候 淋那个酸甜酱上去 糖味醬 跟糖味酱成맛 都是泥价 你不是酸甜味酸 是啊 你用这个来做中餐 theatre是 big 没溪状 是ropo 你看 一般上我们去吃什么 我们去吃那个 傻子鲍足连鸡 我们去吃那个什么 水很烫的鱼 你觉得它炸了的时候淋上去就可以了 瘦瘦的 但是要靠那个姜啊 靠那个姜而已嘛 你知道吗 如果你说我要炸脆一点 要炸脆一点啊 你炸久一点 那就要我来一个塑料厨 这样我上去一点 其实过后的时候 你炸的时候你要看你的火候 你火候高 最后你要拿上来的时候大火炸它 最后大火炸它 炸火炸它就很脆了 来这炸了两次了 炸了两次更脆了 炸油哦这个猪瓜 有一个这里的 因为Doddy Fish它有水分 如果你没有炸它过火的话 它里面的水分出来 水分慢慢爆出来的话 它就会影响它的脆 然后你炸了两次的时候 第一轮你炸了第二轮炸了它就很脆了 因为我手摸过那个薯条 不怎么油啊 根本不是油炸的嘛 但是你摸下来是脆的嘛 如果说你出去的时候 好像我们做餐厅啊 我们一出来炸了些 哇 YOU STORI FISH MORE CHEAPER YES 如果你要赚钱的话 哈哈哈 我看很多人有一个名义啊 如果你要让你的朋友破产 就要开一些餐馆 然后装修100万 餐厅啊 对 所以这个我们就是一般上 我们这样 搅上去咯 大片的在上面咯 漂亮的在上面的 小片的在上面的 都炸两次了 不用手啊 然后骨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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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 对 太大片了你觉得吗 不是啊 你这样子切就有来看咯 这样多吗 放两片 两片 你的那个酱咧 酱要拿一个碗来装的 你看 你可以换碗 找来旁边也是可以啊 这个 你先买一个麻油骨骨 出来就可以了 这麻油骨骨 本来的很好吃的啊 很好 这样就是 我试一下 拿叉给我 很油喔 我切给你了 来 我们看一下里面的肉是怎样的 你们可以来表弟店买粉啊 你不是要切吗 要切吗 切给大家看看 切要切后来的 你要拍照吗 要拍照 普通的 炸两轮真的不同 炸两轮真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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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两轮还是有水分 放点lomen 炸两轮不同了 好吃 这个全部炸两 现在便宜也可以吃到这么贵 不会比餐馆差 真的 因为我管都已经是很美了 你只是稍微跟它 咬一下就可以了 那那个鱼有臭土味 有点臭土味 有点臭土味 不是啊没有味道 臭泥土味啊 哦 所以它便宜哦 你用麻药鱼来吃的话 你要用好一点的鱼啊 麻药鱼不懂了吗 本来我要拿麻药鱼 哇一片多多少钱了 哎好吃 但是我脚到那一半有点臭土味啊 那总结是ok 把鱼挖掉了 很脆的 香 不用食谱 好 好 希望大家能学到这个简单啊 你看啊 ok我炸两轮啊 它是硬的你看 它是脆的啊 对 那么如果你第一轮呢 因为它有 第一轮呢它还是有水分嘛 水分的时候呢 你再炸多一轮的话 水分就跑出去了 啊 炸第二轮的时候 它皮更脆了 里面的水分就没有脱 没有 所以它就可以耐更脆了 嗯 所以要炸两轮 回去试一下啊 回去试一下 真的是 好吃 简单做啦 我试一下 最重要里面要有炸粉啊 给大家放在里面 里面酥 哇你可以做鱼柳包啊 鱼柳包 汉包啊 嗯 嗯 哦 只不过有种臭土味 是这样的啊 这种鱼 这种鱼是这样的啊 你自己吃的 自己吃就买那些 好一点的鱼啊 好一点的鱼啊 好一点的鱼 卖 麦克格是卖这种鱼啊 至少都要吃鱼 吃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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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的指甲大大条 花腰 吃鱼 这种鱼带有点土味 那种土味还ok啦 可以接受啊 不是非常重啊 就是有一点那种土味啊 ok 谢谢大家的观看啊 看这个很脆哦 冰了 很脆哦 很脆很脆 炸鱼柳都可以啊 下次叫做做鱼柳 你做成鱼柳的那个形状 然后炸 叫大家做 好 ok 你们最重要有炸粉啊 炸粉 你们可以买炸东西去 和完工西发飞啊 啊 一定要有这个粉 啊 什么都可以做啊 那么我们的炸粉一包十块钱啊 比一加一啊 对啊 淡水鱼有泥味的 对啊 十块钱呢十块钱的细嘛 因为八块钱冻嘛 二十块钱要不要三十块啊 买上五包以上的细嘛 免油啊 免油 对 小孩子都会了 哈哈哈 薯条 那我做给大家看 那我们不够吃啊 哈哈哈 健康 嗨 你好 我们要翻播了咯 那 薯条呢 哎 这样子的很好吃哦 薯条你拿拿拿拿 买出 买了薯条 什么薯条都可以 你喜欢的那个口感啊 我们要再重复这个视频 可以啊 薯条你就是 冷藏啊 冷藏啊 打出来不用推冰啊 不用推冰 倒下去 啊 OK 倒得差不多了 留一点啊 再去做啊 再倒一点 来 我们就是从冰箱拿出来 不用推冰 我们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拿去烤 你看我现在烤两 炸第二轮 真的让两轮很脆 来 我们就放进去 对 好 好 再烤 我去烤 到底是烤 烤 老花看没有 你按下去 转去 烤 转到这里 转到这里 到这里 按下去,220度,它就转了,转转转了 ok,就是这样简单啦,很简单 薯条就这么简单炸了哦 ok,谢谢大家的观看啊,谢谢大家 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所以你家里买的这个不知道 这个薯条哪样炸,现在是炸的薯条 哈哈,哪样炸薯条是用这个哦 ok,我们今天先给的tolly paste 里面一定有炸粉啊,炸粉可以来自己买 过年的时候也是可以,哎呦,我们今天不吃中餐,我们吃西餐 ok,你看炸两轮的时候就不同,炸两轮它干深啊 它,它颜色不会说炸到很焦啊,不会啊 不要吃了,吃到你的脸都会 你看我炸了几久,拿上来 再看视频给你看 之后,你会重新再看视频啊 ok,谢谢大家的观看啊,谢谢 谢谢,我们再放这些炸第二轮 你看我们第二轮哦,炸到很脆 第一轮因为很多水分嘛 所以第二轮炸到就很脆了 所以这个炸仪要炸两轮 建议炸两轮啊 嗯 这个酱不健康哦 哈哈哈哈,是这样的啦 ok,来,谢谢大家 明天见啊 ok 啊,天天这样子就很开心了 对啊 哎,下单了,再下单了 大家要买的货 我也不客气 好,我们明白 好感兴可以 好,我可以 谢谢大家 好,我可以